哈囉,我是Junny 我現在人在韓國 那我想要趁上課之前來跟你們分享 我這一次來韓國遊學呢 從台灣帶了哪些愛用品過來 其實我真的帶了很多 我的行李箱是29吋 加一個登機箱大概19吋吧 全部都是 因為我想要把我習慣 喜歡的東西全部都帶過來 如果你喜歡這樣子的影片呢 記得訂閱Junny頻道 還有追蹤我的IG、臉書 一起討論穿搭美妝生活 這幾樣呢就是我特地帶來 我覺得一定要帶著他們的 首先第一個呢就是凡士林啦 凡士林是我每次出國都一定要帶的 去乾燥國家 像韓國就很需要凡士林 你們一定要帶一罐凡士林 非常的溫和 所以只要你有任何地方有點乾裂的感覺 例如說紙圓 你忘了帶紙圓油 或是你覺得腳哪裡很乾燥 或是臉 明明已經採完保養品 但是還是有一個很乾燥的地方 這時候你就可以抹一點凡士林 可以立刻得到舒緩 會這麼信任他就是因為皮膚科醫生教我這樣子擦的 就是覺得哪裡有一點乾燥 你就抹一點點沾上去 就會舒緩很多 保養品的話呢 我之前都有跟大家分享過 我都是這半年啦 我都是用牙樣 然後最近有開始搭配打放的粉紅瓶 就是可以舒緩一些比較敏感的地方 然後還有眼霜 巴里萊雅的眼霜 就是我近期愛用的保養品 但是呢 因為每個人都有自己習慣的保養品嘛 所以我才會強烈推薦你們 一定要再多帶一個凡士林 來到乾燥的國家 很有用 再來是女生一定要有的 腋下產品 它是瑞娜新的亮白系列 然後它是滾珠型的 超好攜帶 因為很小一個 雖然我是一個大熱天也很難流汗的人 可是我的腋下會優先出汗 那一流汗就多少會有味道 尤其是大熱天更是恐怖 所以我就算是去朋友家 可能兩天一夜 不管是多小的旅行 我都一定要帶著 我在家的話 也會用噴霧型 我媽超愛用瑞娜的噴霧 它的味道是那種很清新 很舒服的玫瑰香味 不是那種濃烈型的 不會和你的香水有衝突感 它用完也不會黏黏的 因為很多滾珠瓶 我以前用過畢業牌的 都會覺得黏黏的 就會覺得 腋下好像多了一個東西 夏天已經夠煩了 然後腋下來多了一個黏黏油的東西 但這個不會 這個你一擦上就會立刻清爽 再來是春夏你一定會穿 無袖或是短袖 然後你手一舉起來 就看到異象暗沉這樣 很尷尬 所以呢 我就選了有亮白成分的 裡面有維他命E跟甘草精華 它是 我沒有覺得說擦了就直接變白這樣 沒有 我相信持續用應該可以 多少改掉一點黑色素的問題 我都是早上出門前會擦 我擦的比防曬還要勤勞 第三樣是護髮乳 這個是免沖洗的 然後這個是藥沖洗掉的 這兩個我都是在我的髮廊買的 然後 因為設計師說我的頭髮真的太粗硬 然後又乾燥 所以要用這種乳狀的 洗完頭準備吹乾之前就擦這個 然後我就擦在髮尾 髮中跟髮尾的地方 絕對不要用在頭皮 就只是針對髮尾太乾燥的問題 然後呢擦上去之後你就不會覺得太黏黏 就可以很快的吸收 販售的話 我只有在我那間髮廊看到他們有在買而已 所以如果大家想買想要在實體店裡買的話 可能可以去我的髮廊諮詢一下這樣 這個不是用買的 我是去髮廊然後做他們的金鑽護髮 就會送四管這個 很好用 因為韓國真的很乾燥 我就覺得我一定要帶他來 之後之後把這個全部抹在髮中跟髮尾 然後用梳子把它梳開 梳梳梳梳梳 梳完就可以沖掉了 沖掉就會立刻柔軟 帶來呢被我帶來的還有這個 我的坦坦 我居然把他帶來了 我每次出國都會 就不會想要帶他 就想說去個五六天而已 我幹嘛帶我的小坦坦 萬一不見會是忘了帶回台灣怎麼辦 但是這次因為要來一個月比較久 我真的會很怕自己睡不好 所以就帶了我的坦子 因為我朋友的小貝貝 他是從這麼大條 變成這麼小一塊布耶 然後他不愛惜他 可是去還是縮成這樣了 但是呢我的小貝貝 從我出生到現在 二十多年了 還是如此完整 而且我每天都要蓋他 然後大概兩三個禮拜就會洗一次 我小阿姨送我的 現在就覺得很神奇 怎麼可以這麼厲害都洗不破 蓋不爛這樣 再來這是出國 因為我出國前去打了櫻波拉提 之後我會寫成文章我想要記錄一下 我每天都要補充維他命C跟膠原蛋白 因為如果你只有吃膠原蛋白 卻沒有補充維他命C的話 那是沒有用的 所以一定要 然後我膠原蛋白粉就帶了 非常足夠的量 就是帶了一大盒30天的量這樣子 他是大醫生劑的水解膠原蛋白 然後這一個阿是網友推薦給我的 那時候我在我的IG限時動態就發問 膠原蛋白 我記得我那時候 我忘了那時候說什麼 我忘了那時候不是發文 我忘了是說 嗯 我之前小時候有被嘲笑胸部很小這件事情什麼的 然後網友就跟我說他因為想要補充膠原蛋白粉 想要讓那個皮膚碰陪碰陪 所以他就選了大醫生劑的 結果 這我不知道這樣說可以嗎 這是他個人體質喔 不是每個人喔 就是個人體質 他說他吃了膠原蛋白粉沒有胖到臉 反而是胖到胸部 這個真的是個人體質 因為有些人吃膠原蛋白他是會長痘痘冒粉刺的 但有些人不會 所以真的不無敵 然後他只是說這一個是好吃的 沒有什麼 呃奇怪的腥味阿 然後溶解速度又很快 然後又不會太貴 所以我就買了他吃吃看這樣 因為我其實不會固定只吃某一排的膠原蛋白 我會換來換去換來換去 只是這次我就換到這個 我覺得是好吃的 不會有什麼奇怪的味道 我都加進牛奶或是奶茶裡面 我還帶了我覺得來寒冷國家一定要有的 服帽熱飲 因為你可能沒辦法適應這麼冷的國家 你可能會突然出現一些感冒的症狀 可能沒有到太嚴重 一點點頭暈阿 冷到的感覺 發冷但是又沒有發燒 或是什麼流鼻涕都沒有 只是覺得好像有點冷到 這時候呢就趕快喝一個服帽熱飲 真的會舒服很多 但一樣這是個人體質的問題 所以不要把它當成什麼救命仙丹 它就只是今天有點冷到 或是喉嚨好像有稍微有點 痛痛快要感冒的感覺這樣 我就會喝它 然後這個是千萬不能用熱水 之前的廣告都是有點誤導 然後那個藥局的藥師就跟我說 千萬不要用熱開水 因為會破壞裡面的那個 維他命C的成分 畢竟我們在國外 又沒辦法及時看醫生什麼的 所以就要帶一點感冒藥阿 止痛藥我是一定要帶著的 還有什麼 胃傘阿 我都有帶 但是我帶的東西真的很多 但是我覺得這樣我會講不完 我帶了什麼彩妝品阿 然後我還帶了什麼牙膏阿 一些淋淋口電棒阿 反正那一些呢 我可以在別的影片再錄出 好然後呢 最後一樣是食物 醬醬 我帶了蛋餅皮 台灣的早餐文化真的是 太讓我喜歡了 每天都要吃早餐 然後呢因為韓國沒有吃早餐的 也不是沒有吃早餐的習慣 就是他們都在家吃好了 吃飯 或是超商有賣的三明治 這樣子 我都不想吃冷的 我想吃熱的 所以我乾脆就自己帶了蛋餅皮 然後很多人在IG問我說 這可以帶嗎? 可以帶上飛機嗎? 可以耶 也就是先在台灣把它冷凍起來 凍到最冰 然後再用報紙把它包起來之後 放進保冷袋 提上飛機就可以啦 我當天晚上到韓國 我是直到隔天晚上我才想起它 把它立刻打開 居然還冰冰的耶 很厲害吧? 我在台灣真的幾乎每天早餐都是蛋餅 所以我就覺得不能沒有它 而且蛋餅可以做出很多變化 譬如說加個起司啊火腿啊 好啦 那以上就是我帶來的這些東西 跟你們分享囉 我等一下就要去上課了 如果喜歡這樣子的影片呢 記得忘了下喜歡 還有訂閱我的頻道 就是我繼續拍影片 也別忘了追蹤我的IG跟臉書 因為我到韓國 我也想說我每天都要更新一則我的IG 所以就可以來追蹤囉 那就過幾天見 掰掰